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PI数据也不及预期 细货黄金冲高后回落 在上周五美国CPI数据表现亮丽 金价沉压下挫 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上周五全球瞩目的美国通胀数据 那作为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之一 美国八月核心CPI年率增长2.3% 创下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且连续十个月位于美联储2%的目标位上方 美元指数也一度触及两周高位 受此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现货黄金短线下挫了月80点 最低至1306.10 刷新近三个月的低位 那虽然市场中的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认为 美联储本月将会维持利率不变 但物价增长加速将会提升美联储在年底前升息的可能性 致使金价沉压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本次通胀表现良好 主要因为房租和医疗成本上升带来的有利影响 抵消了汽油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暗示美国通胀正在稳步上升 这也大大提高了美联储在年内的加息预期 那尽管此次的通胀报告 并不足以促使美联储在本周的会议上进行加息 但美联储仍难以忽略此份报告所展现出的积极效应 量力的通胀会使得年底加息的概率增加 且明年加息的步伐也会加快 但是投资者也需警惕 虽然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增加 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升高 从而为美元提供支撑 但是通胀上升同时也会致使 包括黄金在内的绘金属需求增加 因为黄金能够抵御通胀威胁 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数据公布后 黄金价格并未出现瀑布式的下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加元 那上周美元对加元震荡走高 在周一受到美联储官员鸽派言论的打压 美加当日冲高回落 在上周二IEA公布的月度原油市场报告出炉 显示需求放缓供给增加 油市过剩的状态仍然得以持续 油价一度大跌 致使美元对加元大幅飙升 在上周三 美国EIA原油库存继上周意外锐减后 再次意外减少了55.9万桶 油价在EIA数据公布后 自日内的低点大幅反弹向上 但是随即掉头而下 美元对加元触底反弹 在上周四应受到汽油价格 创5月份以来最大涨幅的提振 美元对加元高位有所回落 在上周五受到强势没止的影响 美元对加元大幅飙升 那我们说判断国际原油价格会不会反弹 就如同预测短期内会不会下雨 一样很难拿捏的准 那油价随时都可能上涨 例如在8月份的国际原油价格 就曾一度飙升 因为市场中的空头头寸 在夏季末处于纪录高位 从而成为空头回补行情的温床 那当上个月沙特阿拉伯 开始讨论洞产问题时 再次触发了市场中空头回补的情况 从而促使油价大幅反弹 但是在空头回补的行情结束之后 当前国际原油市场的基本面 仍然较为疲软 对于油价上行构成了限制 并可能会再次拖累油价下行 因此市场中的投资者也预计 秋季甚至到年底油价走势 都将会处于一个疲软的态势 那以下我为大家分析一下 主要的三大原因 那第一重因素 就是处于纪录高位的美国原油供应 根据截止之8月份的 美国能源信息处数据显示 当前美国原油库存为5.21亿桶 创下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且较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近34% 与此同时较去年同期也高出了近14% 那进入9月之后 美国原油库存仍然保持在记录的高位 尽管动产及供应中断等利多消息层出不穷 但是市场仍处于基本面皮软的大背景下 那第二点因素在于皮软的周期性需求将密空有势 那9月份通常是美国原油需求开始下降的季节 由于美国汽车驾驶计已经结束 并且供暖季尚未开始 因此原油需求可能会进行习惯性的衰减 那在这历史的时刻通常会对油价构成下行的压力 那第三点因素在于 即使OPEC实现动产 供应面也难以得到改善 此前在7月份 石油产量一度高达至1067万桶每日 那沙特阿拉伯就已经开始讨论 冻结石油产量的问题 那我们的投资者需要注意沙特是否真情实义的想要去讨论动产 还是想把产量冻结在历史的高位记录上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元 上周欧元对美元高位震荡后下挫 在上周二德国8月13年率中值表现健康 一如市场预期 欧元宽幅震荡 上周三欧元区7月工业产出月率表现欠佳 但当日美元指数下挫 欧元下幅上行 上周四欧元区8月13年率中值 及7月计调后贸易上均一如市场预期 欧元宽幅震荡 上周五由于美国良好的通胀数据 推升为止 欧元遭到了打压 在上周欧洲央行的职位 劳腾施来格发表了一系列言论 他称该央行应该暂停 推出新的刺激措施 让稍早祭出的政策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作用 明确反对采取大规模更长期限的资产购买计划 劳腾施来格称 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每月8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 正发挥作用 而祭出更多的刺激措施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效应 甚至可能会放大负面影响 那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此前也表示 该央行正在考虑以各种选项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由于通胀率盘旋在远低于央行既定的2%目标 市场目前预计资产购买计划三月到期后 可能将会延长六个月 那一向被视为鹰派的劳腾施来格 曾反对欧洲央行此前的很多项刺激措施 在有些情况下与多数场对立 与德国央行站在同一阵线 劳顿施来格重申 欧洲央行需要一点耐心 而不是重新推出一些更加极端的措施 在能够对资产购买计划进行最终评估之前 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等待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 上周二英国八月为几条核心输出PPI年率 虽好预期 但英国八月CPI年率表现不佳 英镑大幅下挫 在上周三英国至七月三个月 IAO失业率及八月失业率表现 一如市场预期 英镑有所齐稳 上周四英国八月计条后 零售销售月率差强人意 当日英国央行也公布了九月基准利率 并宣布维稳 英镑攀复震荡 上周五美国通胀数据表现亮丽 英镑会价沉压下挫 那在上周二的欧洲时段 英国是公布的最新的通胀数据 公布的结果不及市场预期 使得投资者再度聚焦退欧后所引发下的下行风险 那在之前的几个交易日 英镑是不断走高 并一度触及到了七周的高位 但是在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再度推升了市场 对于英国央行进一步降息的担忧 空头趁机高位入场 英镑对美元短线 当日下挫了约160余点 那英国央行上周四举行的利率会议 维稳利率在记录低点不变 并暗示年底前将再度降息 英国央行8月初将利率降至0.25% 并重新启动了资产购买计划 以减轻退欧公投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但自那之后所公布出来的经济数据显示 英国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明显小于预期 这辅助了英镑对美元上周一度触及到了七周的高点 与公投后触及30年的低位相比 上涨了约5% 那随着英国议会进入会议期 关注点也再次围绕着英国退欧谈判的不确定性 以及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预期上 那上周英镑已经下滑了近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澳元 上周澳元对美元冲高回落 上周二澳大利亚当周ANZ消费者信心指数好于一期 但澳洲联储助理主席肯特发表了鸽派言论 澳元大幅下挫 在上周三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挫的影响 澳元冲高回落 上周四澳大利亚8月计调后失业率数据表现良好 澳元受到了一定的提振 上周五因亚洲市场整体处于中秋节修饰的状态 澳元当日受美职走高影响 乘压下行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四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 那结果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计调后失业率为5.6% 为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主要归因于东部省份就业表现强劲 近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复苏维持着比较强劲的态势 并且8月澳洲求职人口下降 此次数据符合澳联储的观点 即澳洲就业市场动能温和而非表现得十分强劲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英国退欧公投及澳洲的大选期间 澳洲经济极有可能丧失了一些动能 未来数月澳洲经济可能会有所缓慢的复苏 传闻有证据表明 澳洲大选之后支出水平已有所回升 2016年澳洲就业市场由兼职就业主导而非全职就业 新增就业岗位越来越集中在东部的大型城市 失业率逐步向澳联储设定的5.5%目标迈进 降速也快于预期 不过由于前景好坏不一 仍预计在未来澳洲联储将会继续维稳当前利率 好接下来让我们重点关注本周剩下的两个交易日有哪一些重点的经济数据 首先在本周四9月15日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 美联储将会公布9月联邦基金利率 那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将会交开新闻发布会 届时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美联储方面的措辞 关注年内加息的前景 那进入欧洲时段 投资者也需重点关注北京时间18点 英国公布的9月CBI工业订单差值 很有可能将会对英镑的短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进入纽约时段 美国将会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在北京时间的20点30分 美国当周初请事业金人数将会出炉 或将对金债的短线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北京时间的21点 美国7月房价指数月率也将会被公布 进入北京时间22点 欧元区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国8月资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及美国8月成屋销售总数年化 将会被同时公布 那届时欧元短线波动将会十分的剧烈 建议投资者可重点关注 进入到周五 会是相对来说将会显得较为清淡 在欧洲时段 法国、德国以及欧元区将会陆陆续续的公布 9月服务业平白出值 到了晚间的纽约时段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北京时间20点30分 加拿大所公布的8月CPI年律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会视情报局 如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